蔡徐坤 蔡徐坤一个98年的帅气男生 前段时间因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大火 可谓是人气爆棚 圈粉无数 然而蔡徐坤并没有上大学 只是高中学历 不过她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都特别的明确 认真的学习跳舞和唱歌 所以就放弃了学业 如果当时没有放弃学业 依她之前优异的学习成绩 那妥妥的也是一名高材生 杨良属于中专学历 2003年小学毕业的杨良 直接进入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 其实现在为娱乐圈输送人才 最多不外乎中戏 上戏北领三巨头 要纯准表演千富和功底 的话很多学校的学生也还是不错的 吴亦凡90年出生 10岁移民加拿大 15岁时回到广州 在广州是第七中学读书三 读完书三又回到加拿大继续上学 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爵士丘吉尔中等学校 之后便开始了练习生道路 没有继续学业 这些并非科班出身的当红小生 一对比学历 能看出这就是差距 不过即便不是科班出身 他们依然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并且拥有了大批的粉丝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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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